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日子里 我们充满了盼望 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 盼望这一天你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 作难新造的人 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 去面对今天所有的事情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击较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尼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 和西碧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 你们不能同我 警醒片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又来 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 第三次祷告 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时候到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哪 卖我的人尽了 各位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发现有一些 让我们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就是耶稣他告诉彼得 你要三次不认我 其实当我们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大概直觉就会觉得彼得实在是蛮糟糕的一个门徒 但是我们再仔细的想想 我们却发现耶稣他很有智慧的先告诉了彼得 他将要跌倒而且不认主的这件事情 从这件事情当中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耶稣的阻止 或者说耶稣是带着责备的口吻 虽然他知道彼得可能会不认主 显然耶稣知道透过彼得不认主的这个过程 也有他要教到我们的功课 其中第一个我们就可以思想的 耶稣他提醒了彼得 你会不认我 但是要彼得回头以后呢 去兼顾他的弟兄 某个圣徒上来说 我们觉得耶稣并不担心我们会软弱 但是他不要我们在软弱之后 是完全的被击垮 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会软弱 或许说软弱一定是我们会发生的问题 但是耶稣却不要我们全身扑倒 所以更不希望我们是把软弱拿来当借口 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旦软弱就说 我不行了 我不要服侍了 我不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神不要让我们以软弱当借口 反而是要我们知道软弱以后 要如何倚靠神 能够回过头来 自己刚讲起来 还要去兼顾别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可以接受彼得三次不认主 但是耶稣他不希望彼得停留在那种懊悔的沮丧当中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失败当作是我们放弃自己 甚至是我们一蹶不振的理由 而是要把失败当作另一个更新的开始 把我们的跌倒当作帮助人的一种经验的累积 没有一个人不会失败 没有一个人不会跌倒 但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 在失败跌倒之后再一次的站起来 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所以我们应该正式就是去面对我们在属灵当中的危难 软弱甚至跌倒 让那些成为我们再一次站起来的一种经验学习的过程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失败为成功之母 即或像耶稣他知道彼得会软弱跟跌倒 但是他并没有伸手去拦阻这件事情 他反而透过这个彼得的三次不认主 教导了彼得也教导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也在属灵里面有曾经软弱的经验呢 我相信你我都一样 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属灵里面是从信主以后就一路都一帆风顺 总是有属灵的高峰有属灵的低谷 属灵的高峰我们可以喜乐的歌唱 属灵的低谷我们应当要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彼得的声量 即或我们现在常常会嘲笑 或者是责备彼得当初三次不认主的这个过程 但我相信就算我们在当时候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不见得表现的会比彼得更好 但如今透过彼得的这些软弱跌倒的经历 也提醒鼓励了我们 能够去面对我们接下来在属灵的所有的处境 让我们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靠住刚强 什么时候跌倒 什么时候就靠住站立起来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使自己跟别人得到造就 在今天的另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画面 就是耶稣带着门徒去到克西玛尼园祷告 在这段祷告里面 我们发现很有意义 或者很重要的一段 就是耶稣他独自去祷告 回过头来以后发现门徒们因为软弱而打瞌睡 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 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在这边我们讲到的警醒祷告的目的 是要门徒不要被迷惑 所以祷告的重点似乎是在提醒我们 要把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对环境事物的判断上面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一些属生的儿女 我们当基督的门徒 我们虽然好像跟着主 我们虽然好像在祷告 但是我们的感官 我们的认知却常常受环境的影响 耶稣知道门徒将要被迷惑 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要起来祷告 目的是不要被环境所欺骗 扭曲了所见所闻 这是门徒在真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他希望门徒的真理根基不要被破坏 或者在信心当中受到动摇 我们发现今天我们在世上 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常常观看环境的一切的事物的时候 都会影响我们对真理的领受跟判断 我们并不是把真理神的话语 拿来应用在我们的处境 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当中 反而常常把我们所看到的人事物 我们做了一个结论来套用 圣经我们觉得可以用到的真理 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 我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回应 我就代表觉得神不爱我 或者我觉得祷告神给我的回应 跟我所想象的不一样 可能就是我一定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不一定是你的祷告有问题 或者神不爱你 我们晓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把真理 神的话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显然门徒似乎还没有完全 学会这个精心祷告的功课 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 还是受环境的影响 会失去我们对神的信任 对真理的认知 以至于我们就很容易被魔鬼欺骗 被魔鬼打败 我们可以想象 门徒后来是不是真的被迷惑了 当然是 因为当耶稣被捉拿的那一刻 门徒他们惧怕而四散 在当下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让我们非常觉得讽刺的画面 那个曾经呼风唤雨 把五个饼两条鱼 可以喂饱五千人 又能够医治虾眼 医治瘸腿 叫死人复活的耶稣 这些门徒似乎已经完全忘记 他的能力权柄 所以好像看到一个环境的 威吓逼迫来临的时候 他们的信仰根基就完全瓦解了 所以他们开始四散 他们开始逃走 但是耶稣他提醒的我们 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如果当下的门徒 知道耶稣是有能力的 或许他们多一点信心 他们可以站在耶稣的旁边 看耶稣怎么样去面对 这场属灵的征战 但很可惜的是 显然门徒还是受了迷惑 旁观我们今天 也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祷告 把焦点放在神的话语 放在神的真理 放在神他的座位上 而不是环境或一切的人事物 使我们失去了 我们应该要有的真理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书我们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真的把眼光 常常定睛在你话语 你的应许和你的座位上面 我们很容易被迷惑 因为我们看到环境的风浪 我们看到环境的凶恶 看到环境的诠释 看到恶者的座位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神不见了 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变小了 但主我知道你没有改变 我们要倚靠你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所以主让我们能够学习 在祷告当中 常常警醒自己的心 留意环境 那一切不从你来的 让我们也能够去分辨 什么是你要给我们的话语 还你要给我们的记号 以至于我们就能够靠着你 加给我们的力量 在面对一切的处境的时候 高昌得胜的凯歌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